今年万安47号居民联合防空演习 苗栗县将在7月22号下午展开 造桥乡则定为验证车停仍旧疏散的区域 警方与造桥乡公所转程前往防空场所勘察 提醒民众配合演习就近避难以免受罚 今年度万安47号居民联合防空演习 将在7月2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展开 明安一县这次责定造桥乡与通宵镇两厢镇 来验证车停仍旧近疏散的演习 警方会在重要路口交管引导民众防空避难 通宵跟造桥验证就是如果警报器响的时候 民众仅靠道路停车警察连连及兵往年 引导他车辆进入防空疏散必须 其他的16个乡镇是以照比照往年就是 只要停警报声响只靠道路两侧停车 不必下车即可 会同造桥乡公所人员 警方盘点造桥全乡防空处所 张贴相关指引 携请业者配合 在演习期间开放提供避难 也知道民众进入防空设施时 要做好避难动作 确实演练防患未然 听闻这个炮火声 采取一个避难的一个知识 这个相关动作 第一个采取这个跪姿 第二个是身体围口 第三个是胸口远离地面 第四个是双手遮住眼睛跟耳朵 第五个部分是嘴巴围张 警方也同步录制多支宣导影片 包含六种多国语言 针对支帐者提供轮椅 释帐者给予点字版的说明 听帐者有手语的版本 一般民众也可以下载警证APP 寻找就近避难处所 全力协助全国民众配合演习的措施 以免受罚 这个是防空避难设备的一个标识牌 另外就是应用手机 来下载警证服务APP 点选防空避难 再出现附近有防空避难的地方 来做定位 点选其中一处来防空避难 那会出现防空避难的一个资讯 来做一个开始导航 我们不希望有战争发生 而自己要有充分准备 建立基安思维的观念 本造桥乡为验证车停 能就近疏散的示范乡 动员全乡 村及社区 以县政府团队共同办理 全乡有13个防空避难处所 交互于万安演习开放给乡亲 进入避难 军警民共同合力 完成万安演习相关准备 全力提升全民防空意识